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众所周知,我们的歌是东方卫视串办的一档歌唱类节目 该节目除了在嘉宾方面和其他的节目不一样以外,在赛制上也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的 为此在第一季播出之后也是领得了很好的风评 我个人觉得这档节目确实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很好看 嘉宾阵容的厚度,按理来说,竞技选秀类的音乐节目邀请的嘉宾主要是一些素人或者是名气不大的歌手为主 例如好声音、快男这些综艺,而我们的歌就不同了 第一季邀请的是八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和八位新生代歌手 在第一季里面,我们的歌邀请的就是李克勤、那英、怨贤、费玉清等经验丰富的老歌手和肖战 周深年轻而且有天分的新生代歌手,阵容极其豪华且看点较多 赛制的独有看点,我们的歌的赛制也是十分特别的 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先分为AB两个组 每个组各含四位新生代歌手和四位经验丰富的老歌手 然后各个组里面的成员通过听歌选队友两两组合作为第一季的冠军 李克勤和周深的秦深深组合就是在这个环节成立的 在组合完毕之后,A和B两个组又开始展开了组内的PK 分出了组内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 排好名次之后呢,两组的三四名组合又开始混战 淘汰一部分票数低的人,一二名同样是这样的 最后在进行半决赛和决赛之后呢,再选出最优秀的组合 不得不说这个综艺的赛制固于复杂了 很多人在看了一半之后依然表示不太理解 不过这也算是这个节目的一个特色了 或许正是因为拥有着独特的赛制 所以呢,肖战才会接受这档节目的邀约 给大家带来一段非常开心感动的旅程 当然换个方向去看,这个节目确定是刚开始举办 也需要像肖战这样的一个人气选手为节目带来关注度的 秦深深荣获第一季的冠军 严格来说,在新生代歌手里面 周深的声音和唱功才确实是数一数二的 周深的声音很纯净,带给大家一种不时人间烟火的感觉 而她的唱功也是十分厉害 和很有经验的李克勤合作的时候 给大众的感觉就是丝毫不弱于对方 并且两个人的配合度也是相当高的 当两个人合唱的时候 周深内纯净的歌声和李克勤内低沉的歌声 是相辅相成的 带给大家的耳朵的享受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随着秦深深组合的合作次数变多 周深和李克勤的默契度也越来越高了 两个人的合唱效果也是越来越好 最终两人打败了众人,成功的登到了最高峰 也可能是秦深深组合带给大家震撼太多了 后来节目的热度开始慢慢消散的时候 秦深深组合的热度依然是一直居高不下 秦深深组合真的会回归吗? 节目组这样暗示 目前我们的歌第二季已经正式定档 并出现在东方卫视的综艺招商板块当中 按照官军来看了 第二季将于10月11号晚正式首播 而随节目正式定档之后 节目组官微也顺势分享了第二季的第一波福利 就是第二季的嘉宾阵容的座位图 座位图中的简笔画暗示着嘉宾的名字 虽然很多话让大家是摸不着头脑的 但是看到火锅和足球的时候 大家一下子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去年周深在节目中说过自己喜欢吃火锅 而李克勤老师说过他喜欢踢球 如今这一简笔画上面的火锅和球 不正式代表着周深深和李克勤吗? 这个暗示也太明显了 真的不要让人失望哦 显然根据这个简笔画来看了 秦深深组合或许真的会反场 如果说秦深深组合真的反场的话 那么第二季的最大看点就已经形成了 就是哪个组合可以去和秦深深组合抗衡呢? 好了 跟大家一起来敬猴家音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